108CSF火焰效果这一题 第一个先把这两个按SHIFT的键选取之后 再按Ctrl-LT加SHIFT加1 产生一个新的图层一 那把这个图层一先做一个旋转 做这地方影像里面有一个旋转 这边的话先逆时针旋转 然后利用这个滤镜里面有一个风格化 风格化里面会有一个叫风动效果 那这边总共做四次的这个轻微 那方向的话记得从右方按确定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做完毕之后的话 那重复再一次 总共五次 让这个有一个风动一下 这个就是火焰最后我们要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再把它转回来 转回来就是直接再做顺时针 转回来 转回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地方先做一个模糊 这个让它感觉比较像火焰 那这边先模糊 里面用高丝模糊 像素的话用预设大概四左右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再去做一个火焰分成 这个橙黄色跟红色 那第一个我们先 在这个图层上面做一个调整 调整里面色相饱和度的地方 那第一个的话呢 把这个色相先调整 再橙色大概是四十左右 所以这边四十 饱和度呢设定为一百 然后呢上色打勾 不过上色打勾之后这个数据又会跑掉 所以再重来一次一百 四十一百 那就会有橙黄色的效果 好了之后的话按一个确定 确定就会有橙黄色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图层呢做一个复制 要做出红色的效果 所以这里的话按右键 然后这边再把它复制图层 那就会有一个图层一拷贝的这个图层产生 那这个图层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用影像里面调整 色相饱和度 这边呢同样把这个地方变成红色 那红色的话大概是负四十 一个是四十一个是负四十 这样比较好记啊 好了之后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就会有红色跟这个橙黄色 两个效果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柔光 柔光的一个效果 让它有红色感觉 这个火烧的这种效果出来